那么之前我们的视频曾经跟大家聊过如何选这个盖碗 泡茶的盖碗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另一个泡茶的神器 就是紫砂壶 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详细讲一下 如何去选一把趁手的紫砂壶 那首先呢这个我们还是要先从壶的这个容量开始选 那一般考虑这个壶的容量来说呢 是建议选择是150毫升到200毫升之间 那为什么这样考虑呢 第一个是基本上呢这么大的壶呢 可以应付两到三个人喝茶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个呢就是这样大的壶 基本上是我们外面买到的茶叶的一泡 刚好是这个壶 如果再大呢你就需要两泡 太小了就只有拍成半泡 那么就不方便 所以这个大小的壶 实际上是我们在外面买茶叶的时候 一泡最合适的壶 但是呢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壶的容量 我们说壶的容量 其实并不是把这个壶完全注满 就是它的这个容量测量 而是只能注到一定的程度 因为这个壶盖往下盖的时候 可能水会溢出 所以在买壶测容量的时候 小伙伴们一定要考虑这个溢出的 这部分的这个容量的这个变化 第二个呢我们想聊一下的就是 挑紫砂壶的这个壶形 那么这个市面上大家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紫砂壶的壶形 那经典壶形也不下100个 那么在这里面作为这个普通的小伙伴 想挑一下自己合适的紫砂壶怎么下手呢 这个我建议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它大体分为圆形壶和方形壶 那么这个里头来看呢 就是建议一开始选择 衬手的这个紫砂壶 建议选择圆形壶为主 这第一是圆形壶比较容易清理保养 它擦拭的时候也比方形壶简单 第二个呢就是圆形壶相对于来说 它有它的很多优势 比如说它这个盖口密封的更加盐 可能不容易这个我们所谓叫流口水 方形壶可能会遇到这种流口水啊 等等等等很多的这种问题 那么小伙伴们在选购紫砂壶的时候呢 首先要注意避免买到这个灌浆壶 跟这个手拉批壶 那么从现在市场来看呢 基本上有四种这种壶 第一种就是灌浆壶 第二种就是手拉批壶 第三种呢就是半手工壶 然后呢就是全手工壶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半手工壶和全手工壶 都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半手工壶的性价比较高 全手工壶当然没得说是最好的 那么灌浆壶怎么来判断呢 实际上我们在去选购壶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壶的内壁 那么灌浆壶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 就是在它内壁这个我们看它这个壶壶的地方 内壶会有两个深陷进去的坑 就是壶壶接触壶 壶深的这些地方会有两个深陷进去的坑 这就是灌浆壶最明显的特点 如果我们去判断这个手拉批壶也是同样是看壶的内壶 那么壶的内壶有一圈一圈非常明显的这个 就是划痕圆圈 就像是因为手拉批嘛 就像是我们做淘气似的 在一个模具上转 然后把它拉起来 那它里面就会有这种旋转留下来的这种痕迹 那这样的壶就是手拉批壶 那我们规避这两种壶之后 剩下的这个半手工壶和手工壶 我觉得在好用的技术之上是都可以选择的 那当然我们在挑壶的时候 也要看这个一些基本的壶嘴跟壶板是不是在一条直线上 那么而且它要看它们是不是在一个水平面上 那这些都是一个壶最基本的一个特征 那如果这里不行的话 一个壶在使用的功能上一定也会遇到很多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壶的做工的时候 主要是要检查这个壶嘴的接缝 还有这个壶板的这个接缝 这些接缝的地方是不是处理的非常好 那这也是它做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这点我们也要认真的来看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就是一把壶的出水是否流畅 这个出水流畅只是它这个收水 还有它的水柱这个要干净利落 那么在我们选择很多壶的时候 就是它的这个出水如果不畅的话 可能在以后我们冲茶的时候 经常会冲到外面去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也肯定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的诀窍 就是我们在选择紫茶壶的时候 对于壶瓣这个地方呢也要非常注意 因为这个你在泡茶的时候呢 这个壶身的温度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拿这个壶 刚好手会碰到这个壶身的话 很有可能你在拿这个壶的时候 手就会很烫 受不了 所以建议小伙伴选择的时候 在这里留下一个空间 给自己的手拿壶的时候留一个空间 另外建议小伙伴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壶的清洗 那我们可以看这把壶的这个壶盖 打开之后也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里面的这个壶身是很容易接触得到的 那它清洗起来就会比较方便 最后我跟小伙伴们聊一下 就是说由于这个紫茶壶 它有它的这个特性和手工制作 所以呢有一些紫茶壶 它这个瑕疵啊 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猪泥 猪泥由于它这个特性 是它的收缩比例特别大 所以一般来说猪泥的壶的壶盖的这个紧致程度啊 我们的要求就可以不用那么高 你不一定要严丝合缝 而且过去有一种说法叫做无皱不珠 就是说这猪泥的表面 有时候还能看到因为收缩引起的这种 呃褶皱拨纹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 方形壶的这个这个壶盖的地方可能会有流泪的这种现象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如果不是很严重也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个呢就是像这种断泥壶 那断泥壶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铁矿的这种细出 我们俗称叫小青春豆小疙瘩 像这种呢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 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瑕疵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